面對兩黨壓力,拜登發布阿富汗聲明 阿富汗變天誰知過,美國將接收3萬移民 有傳中共準備承認塔利班 美國政府跟進布林肯回應 美國政府就Tesla輔助駕駛系統展開正式調查 出境很難,赴美留學生機場排1公里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7日星期二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王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拜登在8月16日發布演講 作為他對阿富汗局面發布的初步回應 在19分鐘的演講中,拜登表示 美國陣營正在快速對阿富汗局勢作出反應 他提醒外界,美國在阿富汗的唯一目標 是在911事件後 阿富汗的阿爾蓋達恐怖組織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 美國的目標專注於反恐 而不是針對阿富汗政局本身 美國擊敗了拉登,這個目標實現了 拜登說在美國完成了阿富汗的最主要目標之後 他將不會重複以前的錯誤,堅持無限的戰爭 拜登說他堅定地支持這個決定 同時譴責說阿富汗的軍隊完全放棄了抵抗 絲毫不作為 如果阿富汗本身不想戰鬥 美軍並不應該在那裡賣命 他也說,美國的對手都想要看到美國 在阿富汗花費大量的資金 一些學者和民主黨共和黨議員都指責 拜登未能好好的執行撤軍計劃 民主黨議員江薩·雷斯說 美國必須盡其所能 維持我們的夥伴和盟友安全 並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 為什麼今次阿富汗戰爭的結果如此重要?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歸納出四大原因 第一,是阿富汗將會成為人權問題 第二,塔利班政府可能再次成為極端分子的避風港 第三,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權 可能破壞巴基斯坦穩定 第四,中共有望在阿富汗站穩腳跟 而中共目前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7月28日,中共外長王毅在天章 會晤塔利班組織的高級成員 中共已經承諾將會在阿富汗大舉投資能源和基礎建設 包含建設境內公路網絡 並且盯上阿富汗尚未開發的廣大稀土礦藏 據《每日郵報》的報導 CNN一名專欄作家表示 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和混亂撤退 對美國總統來說是一場政治災難 並批評美國政府未能安排緊急有罪地退出 《華爾街日報》也批評 拜登政府否決了美軍最高軍事指揮官的風險防控要求 沒有防備塔利班的反撲風險 塔利班在15日進入首都赫布爾 對於拜登宣布撤軍後 阿富汗政府隨即跨台 國際輿論指美國拋棄了這個國家 對此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 美方之所以撤軍是因為對阿富汗政府軍太失敗感到失望 而目前美國和塔利班已經達成人員撤離協議 據美聯社報導 8月16日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在ABC節目中表示 哈布爾正在發生的事情令他感到心碎而且遺憾 但塔利班之所以能夠這麼快奪取阿富汗政權 最大的原因就是阿富汗軍隊太失敗 盡估美國在過去20年投入龐大人力和經費支援 但阿富汗政府太過腐敗 讓美國政府認定他們不想為自己而戰 蘇利文坦然 美國無法給阿富汗政府求勝意志 因此美國決定離開 蘇利文強調拜登不希望美國 再浪費第三個十年應付阿富汗的國內衝突 而且拜登認為美國過去投入幾十億美元援助 培訓阿富汗政府軍他們應當有能力自己保衛國家 拜登經過艱難的抉擇後 決定讓美軍回家 表明阿富汗軍隊必須為自己而戰 拜登之前表示 美軍撤軍是延續川普政府的政策 8月15日川普發聲明表示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失利 是拜登的有一個外交政策失誤 他強調拜登並未遵循川普政府留給他的撤軍方案 川普說 我們的撤軍方案要求撤軍行動根據地面情況掌控 並且要求保留美軍的威懾力 據美聯社報導 美國已經與塔利班達成協議 以確保從首都機場撤離時不受干擾 該協議是塔利班高級官員 與麥肯石將軍在卡塔爾多哈的會談當中達成的 相方同意建立一個消除衝突機制 允許美方在赫布爾機場的撤離行動繼續進行 而且不會受到塔利班干擾 據報導 麥肯石告知塔利班任何干擾都將會受到美方武力打擊 美軍將會在必要時採取行動、保衛機場 目前駐赫布爾美國大使館的國旗已經被取下 據說所有美國人員都已經撤到機場 美國官員表示 星期一幾千人衝向赫布爾國際機場的停機坪 想逃利塔利班的統治 至少有7人遇難 來自機場的影片顯示 絕望的阿富汗人在飛機起飛時 跑到飛機旁邊緊緊抓住飛機 16日五個大樓新聞秘書阿比向CNN證實 美國國防部可能會將多達3萬名 申請特殊移民簽證的阿富汗人 安置到美國 並補充說 德州和威斯康星州的軍事基地 有能力容納這些申請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8月15日密集接受傳媒採訪 談論撤離美國使館人員情況和當前對阿富汗的政策 外傳中共準備承認塔利班為合法政權 布林肯也回應拜登政府是否考慮跟進等相關問題 布林肯接受ABC採訪時說 美國從阿富汗撤出顯然和越戰後的撤軍大不相同 他說美國20年前奔赴阿富汗 心中只是存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處理那群在911事件中攻擊我們的人 那個目標已經成功了 布林肯說 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戰略競爭對手 最希望看到我們在阿富汗再陷入5年、10年或20年的困境 這樣不符合國家利益 拜登上任後 將戰略核心轉向印太區域 與中共對抗 而被美國政府視為美國最大挑戰的中共政府 不顧美國發出的塔利班 將會受到國際社會孤立的警告 轉移與塔利班領導人舉行高層會晤 法徑當局想承認塔利班為合法政府的行為 也都隨之曝光 對於中共準備承認塔利班為合法政府 法工是否會考慮跟隨 布林肯告知CNN 如果未來的阿富汗政府能夠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利 而且不窩藏極端分子 就是一個我們可以合作並承認的政府 如果反之當然就不會承認 美國姓湯馬斯大學 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副教授 葉耀元接受自由亞洲採訪時表示 阿富汗不是美國國家利益的要點 美國戰略核心從2017年開始 已經慢慢轉移到印太戰略地區 與中共之間的抗衡 而致富新美國安全中心執行長方登認為 如果認為阿富汗的發展 會讓中共變得大膽妄圍 例如對台灣採取行動 這樣想就太過簡單了 方登認為 中共反而會看到美國是嚴肅地 想要將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 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8月16日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 Tesla電動車的自動輔助駕駛系統 難以偵測到停放在路邊的緊急服務車輛 導致發生11宗車禍 當局將會對相關事故展開正式調查 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 今次調查涉及76萬5千輛Tesla電動車 包括Tesla Y型、X型、S型和Tesla三型 幾乎涵蓋Tesla至2014年以來 在美國銷售的所有車輛 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 其中Tesla在使用自動輔助駕駛系統 或交通感知巡航控制系統的情況下 撞上了急救人員使用閃光燈、照明燈、 發光箭頭版告示牌狀況下的緊急服務車輛 自2018年以來已經查明有11宗車禍 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調查文件中表示 調查將會評估在自動駕駛系統運作期間 用以監控、協助和強制司機 參與動態駕駛任務的技術和方法 美聯社報導 Tesla的自動輔助駕駛系統 可以讓車輛保持在車道中央 並與前方車輛保持安全距離 但這項功能經常遭到司機濫用 當局曾發現有司機聚走駕駛 甚至在加州高速公路上行駛時 司機坐在後排的乘客座位上 自2016年6月以來 當局已經針對31宗 涉及半自動駕駛輔助系統事故展開調查 事實上 Tesla和其他電動車製造商也曾警告 司機使用自動輔助駕駛系統期間 仍應該隨時準備人工駕駛 目前馬斯克武就調查發表言論 不過受這個消息影響 Tesla股價在8月16日早盤 下跌至685.2美元 跌幅近4.5% 據中文傳媒報導 一張上海浦東機場內 大批富美留學生排成一公里長隊的照片 在網上廣為流傳 據當事人說 很多人在隊伍當中等待了5小時 疫情期間程序繁瑣、安檢緩慢 據當事人介紹 他是去送朋友兒子去美國留學 乘坐的是留學生包機 和普通航班安檢程序一樣 飛機是下午1點50分起飛 他們提前4個半小時就趕到機場 但當他們走到指定辦登機證的地方發現 排隊的留學生隊伍已經有好幾百人了 半小時後 這個隊伍就排到1公里外 當事人說 如今百里登機手續很複雜 除了基本證件護照和簽證 還需要中英文的檢測報告 出境的旅行體檢報告 證明出境時間和開學時間不超過30天 就檢查留學簽證一項 工作人員都會回來複去核對很久 然後才是下一項檢查 最後當事人經過4小時的等待 取得登機證後 進入機場行站樓 防疫常規4項不能少 口罩、量體溫、健康碼、行程碼 最後過安檢 安檢完之後還需要掃海瓜碼 最後還填上乘客向美國的披露和證明 這個大概是美國疾控中心要求填寫的一個新表格 由於各國管控政策的限制 直飛的航班很少 價格也很貴 這些去美國留學的學生 就一起包機飛往美國 今日的報導就到此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